今天是9月1号马来西亚时间12点16分下午 OK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我的这个单在做着空 OK在做着空 OK现在赚着2.46利比特币差不多100千美金 就400多千马币 OK然后如果你有follow我前两天前几天的video的话 你可以看到轰轰轰一直讲说我都在看跌 所以有follow到我的人进到单的人 现在应该都在赚钱了 OK你可以看到都有人在赚钱了 也有人在亏钱 OK你可以看到这里也是有人在赚钱了 好不好 OK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Bot 这是short term bot 这是我做在我的discord 给一些比较想要做短期的 比较急的人可以参考这个Bot OK所以这个Bot在52号到31号 如果你放1000块钱的话 它也变1270块 如果你造成全部跟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里是它的数据 OK这里骗不到人的 这是Bot发出来的一个数据 OK所以如果你是VIP 你有跟到我的treadupdate 或者是Bot赚到钱的话 在下面写赚到钱赚到钱赚到钱 OK再来就是我们要看看我们的盘面 现在Bitcoin它又来到了 这个我们昨天又回到原点 它又在这里再一次的反弹 有看到吗 可以看到这里是我们昨天做日更的时候的那个地点 它这里又来碰多一次 现在又上回去 所以它会不会继续上 上的话会不会冲破这parallel的这个resistant的顶 继续往上冲 还是不会 它会在这里停下来往下走 甚至它不会上回到这边往下走 所以这123 这三个方向会走哪一种剧本呢 你只要知道的话就把这整个video看到了 我们会在后面做解释跟分析 你可以看到现在正往上着走 OK因为为什么 你可以看到一小时有debat力 所以它在往上冲 可是这个往上冲的力度会不会大 会不会大 导致说冲破这parallel line 继续往上走 走一个牛市 还是它这里会顶着往下走反弹 然后这里震荡 还是它今天根本不会上到来parallel这边 它直接会在这里往下走 OK 你想要知道这一系列答案的话 你想要用fibon mscd 等等的技术形态 跟指标来去跟你们解释跟推理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看 然后你也是还没有开单的人 你想要找一个进场的机会的话 你记得把这整个video看到完 我会在后面一一跟你们解释跟分析 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决定 正如我讲的 现在我在开的空 我一直讲嘛 如果你开空的话或者自己看跌的话 你更应该去找每一个可能会反弹 向上走的一个机会 所以现在我会比较关注的是 你可以看到他又第二次碰到这个点了 意思讲什么这个support 还是算是一个很强的一个点在46500 这些也是我一直在讲一直在讲一直在讲的点 可是OK 而且同时期他现在有一个底背里 虽然这个底背里不是一个很强的 照理来讲典型的底背里价钱应该是要往下走 可是他这个价钱往上走 他是一个平行的状态 OK 说的这样子的话 他是一个不是很强的底背里说的 我们expect他说 他上他可能也不会上到最高 我会expect他说 他会可能这样子走法OK 然后顶在这里OK 在这个range OK我们讲一个range 我们不要讲到这样specific OK大概在这个range 说的在这里到这里的range 他很大可能还会碰到的顶点是在哪里 OK就是在这种地方 介于47700到我们讲47000了 OK说的在这个range OK说这个parallel channel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点 因为我们要看这个一个小时图 他会不会往上突破这第一点OK 他这个往上突破会不会破这个parallel channel 因为他一破的话 很可能就会导致大时间级别 他会走向上了OKOK 说的我们现在大致上来看这个一小时 他会不会影响到大时间级别也往上走OK 可是我们看两个小时 他是没有底背里 他是完全平行看到吗 说的两个小时没有上涨的条件 OK是没有上涨的条件 说的很大可能一个小时拉一下他的那个价钱往上走 他就会在这里找到一个落脚处 他就会顶着上不需要 这个是我现在看到的东西了 这是第一个点他会顶着 第二个点是什么 如果我们再来看用fibo的话 你也看到我们从最高点这边 我们画下来最低点 你可以看到他刚刚好 他0.618是47653 没有一个小时看比较清楚 收的刚刚好就坐落在这个点位 47600该讲话最高可能需要47700 来47000这里他会碰到这些点位了OK 可是现在用fibo来加上fibo的那个channel来看的话 我们很可能看到交汇点是在47650啦OK 这个点如果会发生的话 是差不多今晚8点到9点 OK如果照这图看的话 我没有在讲我要做prediction 我没有讲要做预测 只是被损图 今天晚上9月1号8点到9点晚上 马来西亚时间 他会碰到这个点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关注了 他会不会继续往上往上 图他真的有可能因为 uptrend现在你要是要关注 现在day chart dl strategy还是 uptrend ok so that你还是要跟着课本走的话 他还是属于 uptrend 还是没有跌破红蓝线之下 现在不懂我在讲的这个dl strategy是什么的话 看这个video ok看到dl strategy的video就明白 ok 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这几个关键点啊 是6500啦会不会跌破 或者是47700他会不会往上 我们take 48000啦 ok如果48000往上突的话 ok你可以看到这个46500 就是一个很有效的反弹 他真的是的确是一个很强的support resistance 你可以看到吗 这里是之前的resistance ok一次两次三次五次 ok他才突破 所以当旧的resistant 被突破的时候 他就会成为新的support line 所以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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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最近很多人喜欢用维克福来跟我讲 啊讲你不懂维克福啦 什么现在是牛市吸筹啦 这样子你可以看到 这里是他的那个供求区 就会变成一个很强的这个support resistance line 所以我想讲的是什么 既然他这里如果用维克福讲的话 这里是供求区 一样如果他46500跌的话 我讲即使是大机构在这里吸筹的话 很有可能他你们也会止损 ok你们不要认为大机构 他们也是胜了 不会去不会有损失的现象 他们也会遇到亏损的时候 他们也会离场提前离场 然后止损 他们这些大佬 他们后面有很多经营团队 去做analysis 去做分析去说 到底现在上的可能性下的可能性大 他们也是在玩概率的游戏 只是他们比我跟你都还聪明 ok说的我们一样 其实为什么我讲support resistance 是最好用的 你是直接在看筹码 你是直接看纸巾量 直接在看盘口的供求区 ok 收拾6500跟48000 这个是我们现在中短期限 他需要决定的方向 不是破46500以下 就破18000以上 ok 没有中间 ok 在中间的时候就是代表说 格局没有什么改变 不用去改 不用去做任何调整 很多人会一直紧张说 安生现在可以不会进 可以不会出 我已经很明显 我这个还给不够明显了 46500或者是48000 ok 你爱的在48000 short 或者是等他46500 跌破的时候 short 再不然也在46500做long 在下面做止损 要不然就是等他破48000做long ok 很明显 我讲到很具体了 如果这个还不够具体的话 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具体了啦 他的方式 而且如果看我昨天的video的话 如果做空的话 下一个市场价位的话是44000 具体是为什么我怎样画出来 我怎样分析的看昨天的video ok 今天我会比较focus在于说 他会不会上涨的机会 因为我们在做 我自己在做空 所以我要更小心在于说 每一个会上涨的机会 可是否目前来看一个小时 图也好 没有什么暂时没有什么大的威胁 再来我们看到这里 他一个顶点 他这里有一个有一个很大的潜力阻力 可以说的我们预测说 他还在这边会往下走 再来就是如果我们看 vpvr的话就是这个量能价表 你可以看到这里我们不用讲哦 他的residence是很强 再来很强的这个这个算是一个阻力 就是在这个support支撑这边 就是在47000可以看到吗 也是一样在47000 所以47000到46500这个区间 它是最难往下跌破的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也是在那边支撑着支撑着 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到底 他不会往下走 ok 往下走 如果我们用用三角形理论来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里还可以画成是一个三角形 说的这个用我的话来讲的话 他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 descending triangle 你可以看到他的后高点都比他的前高点还来的低 然后下面是支撑着 所以变成一个三角形 所以三角形的话 快的话碰两次 慢的话碰四次就掉下来 ok based on他的情况 当他碰两次就掉下来 就代表这个熊是很强 或者是如果他是碰到四次才掉下来 maybe这个跌幅不会很大 因为支撑了四次都还是支撑这才跌破 所以他可能他的能量已经被消耗到一半 才往下跌成功跌破 说的你可以看到他这里一次 两次如果他两次真的是成功往下跌 这个跌幅会是比较 真的是很有可能会碰到四十四钱 ok 可是如果他是好像爱买爱买这样要下不下这样 ok 他这样走啊走这样子的 12 然后又这样子 34 这时候我们就要小心 我会看情况 如果到时候有抵背离啊 还是什么一些上涨的拉伸型号 我会再做日更bio 或者是我及时会在我的吃达被做更新 ok 因为特别是最及时的 视频我还没有 还没有办法能够很及时的跟你们讲 要不然如果用 特别 语言表达不到 我会直接开 vip 直播 ok so that 这个是他会走的一个可能的现象 ok so that 我们需要看今晚 今晚是一个蛮关键的价位 他会不会突破 还会往下跌破 这个熊市会不会转世 变成当圈 跌破这个红蓝线之下 就看这几个点了 so that 今天的 VTC的图大概讲到这边先 然后我们进入了我们的麦sat 的单元 ok 我只能靠我这个ig 这个我在我的ig story 我有发的 ok ok 你们也可以去follow我的ig ig 是在下面有有那个link ok 这个我很 真的是我这边先 agree with my bow hands and leg ok 是因为我真的很认同啊 讲这个东西 ok 为什么会认同这句话是 他这边讲 exciting traits are usually bad traits 为什么人会感觉到exciting 因为你emotion吗 讲难听一点 讲直接一点就是在赌博 ok 只有在你赌博的时候 你才会兴奋吗 因为你的肾上腺素 多巴胺分泌 blablabla 让到你的人很兴奋 so that 当你在兴奋的时候 你会做什么很多 做错很多冲动性的决定 so that usually are bad traits so that这一句话 也在提出一个反方的论点 就是说 如果今天你要把你的却做好 boring traits are usually good traits ok 赚到钱的时候还是会开心的 可是那个起伏 不会像一开始学trade的时候哦 赚到几千块就哇 很开心很开心 可以即使赚了100千 你觉得我会很兴奋 其实我讲真的还好 你们可能看到我之前做日更的video 在那边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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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其实讲真的 我只是要做片头罢了 给人家看这个神经病在做什么 然后看他后面在讲要 然后好奇他后面要讲什么来 而拍了一个开头 ok 说得讲真的 如果你会因为你做确定亏钱和赚钱 你的心情起伏很大 今天赚钱哇很开心 隔一天亏钱亏一点点 亏一个5%18% 然后在那边一两个礼拜不能吃饭 这样子 你真的要好好调整你的心态 ok 如果你真的是不能调整的话 这样子 may be trading 真的很不适合你 ok so that你可能就真的需要放弃 因为讲坦白 确定这个东西 你讲他难 他也真的是难 可是你讲他容易 其实他也是他容易一点 so that这个难跟容易是怎样形成的 是你到底 到底你有没有去自己自我调试 因为有人真的是他吹了10年 他还是没有办法过自己第一关 就是他心态上不能调整 so that我实际上讲70%是形态 30%的技术 这里你可以看到完全是在讲什么 讲心态 他没有跟你讲啊 要怎样进trade support line在哪里 没有啊 他就跟你讲你兴奋的时候 通常你就是做这不好的trade so that第一件事情先调整的心态 不要用堵的心态 你要去用布局去编排 当你有做好布局编排的时候 你真的会boring的 为什么打一个比方 你今天看到一个做多的机会 你去做多 你一定不会 我讲的一定要做分批吗 做好分批 你还要算damage cost 算damage cost 你分分钟你后面进到的margin 比你expect的还少 你不还是想要进三趴 可是 after 算算算算算算 你只能够进一点 3趴 哇你就讲哎呦 这次赚很少 然后你就觉得很闲 你现在这边进了场过 你要等等等 上上下下上上下下 一直要等他突破突破 都突破不到 顶到一次又下来 顶到第二次又下来 然后你又怀疑到底要不要 出场 可是只要如果你是一个成熟的 垂的 只要你的边拍 planning 全部做好 像我这样 我给你看我从 一个礼拜前 我就已经是很分在我自己的立场 我也 don't mind 我被打脸 ok 真的打脸的话 我不所谓 因为吹定就是一个被打脸的过程 重点是你要懂得什么时候要打自己的脸 很多人是直接 连自己错了都不知道 然后还一直坚持 然后说的后面亏损很大 说的我这里 我从这边开始 一个礼拜前 你看到12345678 我做空的决定 我都有背后的支撑跟原因在后面的 我不会是无厘头就这样进去 ok 说的很多人会一直问 安生现在是不是你要离场了 还是比一只会有人一直问这个问题 我一直讲 现在我讲要改变什么东西吗 现在market有很大的起伏 会不是上下一直都是在48000跟46000这边徘徊 整个技术形态没有大的变化 对我来讲我还是会后着 说的 你可以靠这个后着的过程 其实前前后才一个礼拜 可是很多人已经不耐烦了 我给很多人是按捺不住 一直想要去做操作 操作越多不代表你就会赚越多钱了 这个我要再强调多一次 而且很多时候不操作就是最好的操作 ok 就好让我现在我现在不用去做任何东西 我现在去做任何东西 就是化石添珠 反正会坏了事情 我现在只需要等 他还在破48000 这样子我要看 真的是不是要take profit 如果没有他跌破 这样我当然是继续后 甚至我会做trotter加单的动作 ok trotter是我们在021 2.03.0用的词语了 ok 所以今天小小的分享 你们好好去思考 这六个字的意义 这六个字很简单 可是我要你们去想 如果你是已经吹了一段时间 可能吹了半年一年 这个话我对你这这段话对你来讲 应该是很大的共鸣 ok 可是for 新吹的人可能你觉得这个话在 好像在扯蛋 可是真的我讲你你走了一大圈 绕回了原点 这些东西都是才是最重要最重要 因为全部都是在调整你的心态 ok 你说的 你觉得这六个字很重要的话 你就在下面写important 在下面写comment important 给我知道 ok 这真的很important ok 所以你想要开始做交易的话呢 我是用buybit 你可以看到 ok 我自己也在做交易 我用了这平台两年了 是我目前为止做 liverage trading 做期货最好的平台也最稳 至于什么具体原因呢 我不用那个binance那些我不在这边讲了 ok 我也在我discord里面讲了的 ok so that 真的如果你们是用了做liver trading做期货的话 来buybit吧 ok 我会放我的link在下 而且现在有 他有给优惠到9月4号之前 你deposit3粒比特币的话 他有给你3000块美金 ok the deposit更少有对应的数额啦 也是有也是有奖金 不一定要拿到三 不一定要投到3粒比特币 ok so that 详情我会放在这边 ok 这个link点进去了 你去join这个wsot的比赛 ok ok so这个是那个bybit 你点进去了去join这wsot ok 点进去join去我们的clan ok 然后放3粒比特币 就可以拿到那个3000块美金的bonus ok 这个是我们的clan 那下245个人 现在排名全球52名了 ok 然后我们的regional就是我们中文圈 我们是排第二名 还有机会呢 我跟你讲我们一定能够拿到名次了 现在因为我们的clan很大 所以我们能够拿到 起到前面排名的机会也很大 所以你们可以join我们的clan 如果你想要分到奖金的话 so详情的话 我会放这张图 这张图是他的那个step by step ok 然后他的一些比较细微的条件 都在这边你可以看 ok 然后至于bybit怎么操作呢 可以看回这个video ok 看这个video 可以看这个bybit tutorial video里面教你怎么开单 关单开long 开 shot ok 或者是如果你想要更进一步去学 support resistant啊 这些全部免费视频 那我会送你一个播放清单 你要知道播放清单的话 去我的IG DM 我start crypto trading ok start crypto trading 我的board 就会自动 reply 你拿10个啊 video list 再来就是如果你对join vip 有兴趣就是你也想要跟单 想要跟我的单 然后理解我背后的思维 怎样操作 我会跟你们每一次都会做解释 我不会只是放价位给你们吧 我会解释为什么 我我进这些价位 ok 所以我还可以及时更新到 或者是你可以拿到这个treadboard ok 你可以跟着这个treadboard走 然后可以有这个vip chat room 我会在里面讨论一些tread的交流 这样子有兴趣的话 去一样去我的IG DM 我vip就可以了 ok ok 说今天暂时到这边 先喜欢的视频话 记得按赞 订阅分享 然后在下面comment 写 helpful 如果真的有帮助到你的话 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说等周一到周五的日 跟video你就不会错过了 so 这里是安生大的traveller 做事我过客 我们明天的影片再见 Peace up by bwd6